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事发后已经前往警局报案 警方曾扣查保姆七天 但随后便释放了 至今仍未有任何下文 他披露 他是在今年7月份透过脸书找到这名39岁的保姆 对方声称有七八年照顾孩子的经验 因此他便放心把自己八个月大的男宝宝 交给对方全天候照料 而他则会在休假时才把宝宝接回家 他表示 他是在7月21日把宝宝送往保姆家 万万没想到才短短的四天就出事了 保姆在7月24日凌晨1点30分来电告知 宝宝出现抽筋及呼吸困难症状 必须立即送院 他说 医生安排宝宝做了电脑断层扫描后 发现脑部有大量出血的情况 需要立即动手术 而手术后 宝宝的右边身体就瘫痪了 医生告知 宝宝脑部三分之二已经坏死 他称宝宝如今已经出院一个月 在接受专业的照料和物理治疗 右边瘫痪的身体也渐渐能够动 但还是无法自行吞咽 只能靠着擦胃管喝奶补充营养 之前右眼的眼膜脱落 目前也还不能够确定是不是能够看得到 授寻级保姆在事后是否有给予交代时 洪敬惠声称 涉事的保姆资金都没有说明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 只是当初在医院打照面时 就否认是他做的 似乎试图把责任推卸给之前的保姆 而他也选择把事件交由警方去调查清楚 此外他也申诉距离报案至今已经过了三个月 警方仍未有采取行动 而保姆现在还继续从事照料孩子的工作 把焦点转向伊党大会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说伊党已成功吸引穆斯林资源 接下来的重担则是要在第16届全国大选 拉拢非穆斯林及非马来人的资源 他是在第69届伊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发表党主席政策演说时提到 伊党将会持续邀请所有方面 包括政治人物 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人物 巩固穆斯林大团结 邀请穆斯林和不极端的非穆斯林团结在一起 跟随着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 哈迪阿旺特别的点出 国盟政府特别是来自民政党的伙伴 需要去执行吸引非穆斯林选票的责任 另一边乡哈迪阿旺声称 伊党并没有收到加入团结政府的正式邀请 只有从国际媒体报导中收到邀请 他在第69届伊党代表大会开幕仪事后 如实回应 谈到伊党在第15届大选和6周周选发表的言论 被认为影响非穆斯林的观感 导致流失选票一事 他则回应指伊党和非穆斯林的关系 并不成问题 他说若非穆斯林可以接受西方文化 非华人和印度人的文化 为何他们不能接受伊斯兰意识形态呢 他也提到 在马来西亚 非穆斯林也可以加入内阁 这点比西方民主更开放 就比如在吉兰丹登加楼和吉打的非穆斯林 在伊党执政下安然无恙 伊党也从很早以前就与非穆斯林举办对话会 因此双方关系没问题 幻者新闻 槟城北海东府宫昨晚举行九皇大帝 护驾巡禁游行期间就发生了欧豆事件 其中一名青年被打致头破血流 警方凌晨出动大卡车将涉及欧豆的一群青年扣查 代访警局查办 该事件是于晚上的10点35分 在巴干执马的国游天游站发生 事发时下着大雨 许多人在游站内避雨 据了解被打的青年 已因为不停的扭转摩托油门 招惹众人不满而被殴打 据在网络流传的视频中 一批青年对着一名金发青年殴打 后方有约数十名的青少年 互相的起哄叫嚣 途中有人尝试阻止 但该名青年还是被打致头破血流 最终被送往医院治疗 记者也在微被警方WhatsApp媒体群组中 询问案件详情 不过警方至今未对该案件发言 这节新闻给您播报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